1985年,海尔刚刚从资部抵债,濒临破产的小厂改制一年 由于生产技术和设备落后 生产的冰箱品质参差不齐,良品率也较低 36岁的年轻厂长张瑞敏决定 从德国利波海尔公司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在海尔和德国利波海尔公司签订的合同中 为了体现两家公司友好合作意向 德国公司建议海尔可以在商标上写上长纸 于是海尔引进秦岛利波海尔作为公司商标 在两家公司不断的磨合之下 才有了后来亚洲第一代四星级电冰箱的问世 秦岛其实就是青岛 海尔公司的前身就是青岛、秦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秦岛利波海尔其实就是青岛利波海尔 为了从冰箱装饰的角度出发 海尔品牌形象被设计成了海尔兄弟的卡通人物 这个卡通logo的寓意就是 中国的秦岛和德国的海尔是好兄弟 这两家企业的合作 同这两兄弟一样 充满朝气和拥有无限的美好未来 然后秦岛利波海尔和海尔兄弟卡通形象 成了海尔品牌的第一代识别标识 上世纪60年代 企业借助投资拍摄动画片 提升品牌形象的先例 卡西欧公司投资拍摄铁壁阿同木 就一度分迷日本 后来还在美国NBC电视台获得不错的收视率 1983年铁壁阿同木进入中国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让卡西欧的电子产品迅速打开中国市场 张瑞敏发现动画片市场的契机 决定也要去试试水 海尔兄弟是海尔集团的品牌形象 如果能够通过海尔兄弟的形象 做成家喻户晓的动画片 一定可以提升自己企业的知名度 从80年代初 张瑞敏分别尝试和两家动画公司合作 但这两家最终的成品效果不太理想 这让张瑞敏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 但缘分该来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90年代初 海尔集团委托北京东方红业动画制作公司 制作了一则广告 张瑞敏对这个广告效果非常满意 再次萌发了投资拍摄动画片的想法 之后就有了我们熟知的海尔兄弟动画片 海尔兄弟的成功也让海尔集团名声大噪 不论是观众还是海尔本身 都起到了双银的目的 之所以这部动画片大获成功 很多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内容和题材 在动画片制作前期 海尔公司作为甲方并没有提出过多的限制 只是强调海尔兄弟作为海尔集团的企业形象 一定要以正面形象出现 并且张瑞敏眼光放得很长远 在设计海尔兄弟的形象时 他要求海尔兄弟的正面形象要符合国际定位 所以海尔兄弟动画片在当时 一度会让人以为这是国外引进的动画片 无论是画风还是配音 都有些洋味 当然这部动画片的成功 还要归功于它实在的内容和硬核的知识 作为早期的科普动画片 海尔兄弟的奇幻冒险 加上看动画片还能学知识的逻辑 必然是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 所少有的科普佳作 再加上海尔兄弟诞生时期 正值中国动画的萧条时期 中央电视台也给海尔兄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最初的几集播出后反响热烈 海尔的真面度也迅速提高 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有梦想的中国动画从业者 最后让我们继续欣赏下 这久违的主题曲《雷欧之歌》 这里是球从等知识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